我們知道中國的茅台成績是他的古王 結果這個古王現在腰斬在腰斬 腰斬就代表他國內消費市場出大問題 而之前其實對中國非常友善的 美國對沖基金的橋水創辦人達利歐 他就講他說中國現在進入了一場百年風暴中 這個百年風暴就可以從茅台看到了 對 我們先講Ray達利歐是誰 Ray達利歐是他們的一個橋水基金的創辦人 他可以說是中國通 他是第一個告訴大家說 中國很棒 而且他以前的最終基金 在中國真的有賺到大錢的 所以他今天出來講這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已經從看過中國了 現在已經變成看空中國了 從哪邊看出來 從茅台 以前你要請客的話 最有錢的人是一排的茅台 你一直喝 然後小資家族你沒有辦法一整台 你至少每一桌要放一罐茅台 代表你的身份地位 就我們今天請客 我們今天雖然彩底沒有很多 但我們至少一桌有一個茅台 因為茅台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所以在A股 有沒有誠意看茅台 對 沒錯 但是貴重茅台現在來講 要跌破1500塊的一個股價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以他的一個高點來講的話 他蒸發了大概1000億 但現在茅台到處都是 為什麼 因為茅台一直跌價 很多的二手商他們收茅台酒 茅台收在2500塊 一罐2500塊的人民幣 他們覺得這沒問題 現在來講已經跌到了2200塊 所以二手商收不收 二手商當然不收啊 撇錢的生意誰要做 沒有人收的話就會變成 怎麼樣一個情況 越來越緊縮 沒有人買茅台酒 茅台酒就越來越便宜 而且很多國際的名牌公司 都要在中國設廠 是因為它曾經是全世界 消費奢侈的大本營大這個市場 對 結果現在這些全部都跌價了 現在來說的話 你有沒有看過巴黎市 叫Berenciaga Cabri 還有Visas 以及Givensey 在網路上面大拍賣 這些大品牌 在中國 對 全部都在打折 全部都是30% 40%的打折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買 但是這些產量已經出來了 所以他才會在這個地方說 告訴大家說 來我這邊買 這些有些是40% 有些是打到50%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反正就是打折 你要買就買 最可怕的件事情是說 這些名牌 竟然上了直播帶貨 你有看過Visas 在直播帶貨的嗎 他直接在抖音上面 來直播帶貨 然後穿上 他們的頂級的這些睡衣 你還難想像 這些東西過去來講 都是歐洲的精品 可以這樣子直播帶貨的嗎 然後還有彈幕跑出來說 可不可以算便宜一點 這些都是名牌 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不是走到最後的北風北 他們不會這樣子玩